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需要 那跟你签约干什么 我不需要听你的道歉 没有金刚钻 就别懒此起活 如果夏小姐不打算继续为天地剧组设计服装 可以解约 只要赔给我们违约费就行了 我们去找更适合这个工作的人 我已经设计了几个演员的服装 那就带着你的话果来锦江集团 陆秦霄说完 便直接将电话给挂了 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夏浅西便直接来到了锦江集团 您好 请问陆总的办公室是在几楼 请问您是 我是一名设计师 我叫 不好意思 陆总现在正在开会 没有时间见任何人 陆总开会需要多长的时间 神神道呢 可能十多分钟就结束 也可能好几个小时 您赶天再来吧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夏浅西差不多等了四十多分钟的时间 现在已经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了 陆总应该开完会了吧 请问他的办公室在几楼 我有试要 还没有开完会 夏浅西懒得继续跟这个眼睛都长到脑门上的前台说话 打算往电梯里面走去 你这个女人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 都告诉你我们陆总在开会 你还要去找陆总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陆总可不是任何一个 阿猫阿狗的人都能够见得到的 我都不想把话给说破 但是你这个女人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叫朱林对吧 我 我叫什么名字 关你屁事 如果你今天执意要进电梯去打扰陆总 那我只能让保安把你给带走了 这位阿姨 既然我都已经给你台阶下了 你就不要围挠我了好不好 等等被保安轰出去 丢脸的是你 她直接拿起手机 回拨了陆秦霄的电话号码 很快 电话就被接通 陆总 贵公司的前台就是这般木柱无人 刻意刁难的吗 如果您不愿意见我 大可以直接跟我结缘 我冤费我还是赔得起的 陆总不需要这样侮辱人 你以为随随便便打一个电话我就会怕你吗 如果你有陆总的联系方式 你怎么可能还不知道陆总的办公室在几楼 想要见陆总的女人我见多了 你这样的货色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 想要专跟陆总认识 拜托也有点脑子好不好 真是要让人笑掉大牙了 你们来得正好 这个身份不明的女人执意要见陆总 我怀疑她想要对陆总不利 你们赶快把这个女人给轰出去 否则陆总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们都担待不起 卓琳啊 刚刚人事部经理亲自给打电话 让我告诉你去财务部 把这个月的工资结算一下 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锦江集团的员工了 什 什么 我被炒鱿鱼了 你 你 你开玩笑吧 我怎么可能会被炒鱿鱼 而且还是人事部的经理亲自给你打电话 人事部经理可是我的叔叔 他怎么可能会开除我 你绝对是在开玩笑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就去问人事部的经理 我们现在要看着你离开锦江集团 大家都是同事 你也别为难我们 不 我才不会离职 你们跟这个女人是穿透好像要骗我的 对不对 这个女人到底给了你们多少钱 我看她也不像是有钱的人 此色倒是有几分 难道她是给你们睡了吗 叔叔 刚刚这些人说是你要开除我 这绝对不是真的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会开除我呢 是我开除你的 我们锦江集团 不需要没有眼力的员工 今天锦江集团的脸都已经给你丢光了 这位小姐对不起 是我有眼不识太善 您帮我向陆总求求请好不好 我刚刚不是要有意冒犯您的 我只是认为您跟那些想要接见陆总的女人一样 所以才对您那样的态度 我现在知道错了 求求您帮帮我好不好 我今年刚刚大学毕业 如果被锦江集团炒鱿鱼 其他的公司绝对不会再要我 我这辈子就算是毁了 我给您下跪可以吗 只要您愿意帮我 好啊 那你下跪吧 这 这位小姐 求求你大发慈悲 要下跪的是你 让我大发慈悲的也是你 你工作对你有利的 你拿来欺负我 道德对你有利的 你竟用来绑架我 让我宽恕你 你凭什么把所有的利益都给占去了呢 你们赶快带着他去办离职手续 必须在十分钟之内完成 夏小姐 我带您去陆总的办公室 谢谢 夏浅熙的语气礼貌而又疏远 很快就被人事部经理 带到了陆秦霄的办公室门口 讨厌了陆总 别这样嘛 会被人看到的 不要了 人事部经理敲了敲门 正在跟被安安亲热的陆秦霄 便将目光给落在了门口 陆总 夏小姐来了 嗯 陆总 这是我最近设计了一线演员的服装 原本是非演的也设计了一线 可是那是根据唐世柔的细致 还有融合着小说里面的角色性格所设计出来的 如今唐世柔出世 是非演的衣服 只能重新设计 哎 这一张挺好看的 是给我的角色设计的 我好喜欢这一张画稿啊 真是太漂亮了 夏小姐果然不愧是国际服装大赛的冠军 设计的衣服 真的是太好看了 夏浅熙只是微微笑了一下 然而 她脸上的笑容还来不及收敛 就被陆秦霄的行为给惊呆了 这个男人竟然当着他的面 将拿在手中的这一札画稿全部撕毁 我的画稿 陆秦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有什么不满的话可以说出来 你知不知道这些画稿我付出了多少心血 在没有让顾客满意之前 你付出的心血一文不值 甚至不值一提 我对你设计的所有衣服 从头到尾都不满意 我不管以前兰叔跟你做了协议 现在天地的全版权都属于锦江集团 我现在要重新对你的设计风格提出要求 陆秦霄从办公桌的抽屉里面 拿出了另外一叠文件 用手敲了敲这一叠文件 里面所有的品牌logo 我要在你设计的服装上面见到 因为这些都是赞助商 陆总 看来这一份工作 我已经无法胜任了 我约定我会按照合同上面赔偿给你 果然有了SK集团作为靠山 就可以这么的硬气 自己能力不足 无法设计数让我满意的作品 还要自我安慰我在针对它 你就永远活在别人的羽翼之下 走别人替你铺好的路 既然这么没能力 还装什么清高 要发展自己的公司 几天之内交成我 我需要随时知晓你的进度 从现在开始 你每天给我汇报一次 并且发给我你的图片 同意我的好友申请 夏浅熙皱眉 刚开始还不太懂陆秦霄的意思 但是当他手机震动了一下 他拿出手机一看 这才反应过来 男人已经申请加他微信好友了 陆总 这里怎么凋零一串车钥匙 难道是夏浅熙的吗 陆总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清江集团的电梯里面 刚进入电梯的夏浅熙 双手拿着手机 正在回博越白的消息 当电梯门要被关上的时候 没想到突然间又开了 你的钥匙 跌着头的夏浅熙被吓了一跳 连忙抬起头来 发现陆秦霄 竟然已经站在了他的身边 谢谢 就在夏浅熙 打算去将这一串钥匙 给接过来的时候 没想到 明亮的电梯里面 灯光突然间就忽明忽暗起来 平稳下降的电梯 此刻竟然也迅速地往下掉 紧接着 电梯陷入了一片漆黑 离开 明亮的电梯中 都凯不见了一片 双手 地址